我今年65岁了,家里有拆迁款200万,两年前,我的老伴肝癌晚期去世了,这两年来,我一直都在老家生活,种种菜,养了一些鸡和鸭子,自己一个人在农村里住,也乐得自在。 我的儿子和儿媳两个人在干州工作,离我们老家开车也要一个小时的,所以他们很少会回来。儿媳是一个城里人,当年嫁给我儿子的时候,他就有点看不起我们,明里暗里都在嫌弃我们是农民,没有退休金,而且还没有文化。 他一直都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势,因为他的爸妈都是体制内的人,两人都有很高的退休金,他还有一个姐姐,听说在银行工作的,总体上来说,他家里经济条件十分的不错,所以结婚的时候,他觉得自己是下嫁了的,他的学历是本科,而我儿子学历是研究生,这大概就是他能够看上我儿子而已的原因了吧。 儿媳生了孩子以后,都是儿媳的妈妈来照顾的,他们都住在城里。 他妈妈退休后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干,每天都很悠闲的,所以他就喊他妈妈来帮忙带孩子了。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,我是有主动说过我去帮他们带孩子的,但是儿媳很不高兴,她说,你一个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人,怎么能带着好孩子啊? 现在带孩子可不比以前了,什么都得懂一点的,不然怎么教育孩子啊? 我知道儿媳是看不上我的,那我也就乐得自在。 儿媳不用我带孩子,但是我也总是时不时给他们送一些,我在家里养的土鸡,鸭子,还有鸡蛋,种的蔬菜等拿出去给他们的。 过年过节什么的,我也会给孙子一些红包,免得到时候是说我这个当奶奶的一毛不拔的。 到时候我是比豆娥还冤啊,我的女儿安安,她就嫁给本地人,离我们家开车只要半个小时,平时回来一趟都是很方便的。 女儿和女婿的学历都没有儿媳和儿子高。 我女儿读书只读到了高中,她怕我们负担太重,没有考上大学后就不再复读了,直接就去了打工。 女婿是学历更低,连高中都没有毕业,她家里兄弟姐妹多。 她特别的独立,和我女儿结婚以后,基本上都是她做饭做家务的,女儿过得很幸福。 本以为有了这二百万,我和老伴可以安享晚年的,结果没有想到,这才短短两年的时间,老伴就因为肝癌去世了,留下我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。 在一个人在老家,有的时候确实觉得很孤单寂寞,好不容易盼来了儿子的生日,我就想着到他生日的时候,我就给儿子送一些吃的东西,顺便在他们家里住上几天,在城里湾一下子也能够看一下孙子。 于是我献杀了一只鸡,带了两个新鲜的西瓜,还有一个南瓜,一点豆角,一袋土鸡蛋,拿好了钥匙,锁好门窗,我打算在儿子家里住上三四天吧,到了儿子的家门口,我就按了门铃,儿子来开门了。 我刚进去,就看到了儿媳和亲家母,还有孙子都围坐在桌子上吃饭,孙子一看见我,也不喊我奶奶,儿媳就说,哎呀,妈,你今天怎么会出来啊? 我都不知道,这你的饭都没有煮,儿子就说,我吃饱了,锅里还有一点饭的,妈,你吃吧。 儿媳说,你下午还得上班,你都才吃几口饭就不吃了,没有饭可以叫妈下面条吃的。 我笑笑,有点尴尬,就说,没事,我在路上吃了包子,肚子不饿的。 亲家母说,那就不用再煮了,省得还要再把厨房搞脏了,一会还得擦。 看到他们好像都不太欢迎我来的样子,就说,没事,你们吃了就好了,我不要紧的。 后来,我很尴尬地坐到客厅里面,他们就围坐在一起吃饭,有说有笑的,我俨然就是一个外人。 吃过饭后,他们都去睡觉了,我就自己一个人收拾好了碗筷,也洗干净了。 他们睡觉的房间都关上了门,只有一个小小的书房,里面堆了很多杂物和一些书籍,里面有一张小床,我估计我要住下来的话,那就是睡在这里了。 下午两点,儿子和儿媳要去上班了,儿媳出门前说,妈,今天晚上的饭你来做吧,我妈带孩子也辛苦,就让她歇息吧。 亲家母和孙子还没有起床,我就去厨房里,把这些该做的菜给弄好了,亲家母睡觉一直睡到下午三点多才起床。 她看到我在厨房里忙活,就说,今天晚上你要在这里住吗?没有房间了,我听着心里非常的不舒服,就说,我今天给他们做晚饭,到时候回去夜晚了。 我也在这住几天,帮你分担一下,不然你也太辛苦了。 她就呵呵地笑着,那你住小书房吧,你进来看看,我就跟着她进去了,其实我是知道我肯定住这里的,但是他们没有直接说的时候,我还心存侥幸,毕竟家里还有一个大客房的。 我就把小书房的榻榻米给擦干净了,亲家母说,还是你在这里好,我不用煮饭了,我也累了,就躺在小床上睡了会,我提前和亲家母说了,锅里炖着牛奶和萝卜的,你注意看着点。 亲家母答应得特别好,好的,你安心睡觉吧。 可是,等我睡醒起来,却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胶尾,我马上走进厨房里一看,这牛奶萝卜都烧糊了,这还怎么吃啊? 我特别生气,但又不能对着亲家母发脾气,毕竟她也不是故意的。 但我看着这一锅被烧坏的菜,心里就无限地难过,这道菜也是我儿子喜欢的啊。 过了一会,儿子和儿媳妇回来了,他们进屋的时候,刚好看到我在倒这个菜,儿媳就很大声地说, 妈,你怎么连做的菜都做不好的,我这个锅很贵的,都被你搞坏了,真会气。 我愣在原地不敢说话,亲家母也不说话,没有为我辩护,他们都洗好手了。 儿媳就喊,妈,过来吃饭了,浩浩过来吃饭了。 亲家母和浩浩就走过来了,我就把菜端上去,大家围坐在一起开始吃饭。 这时,我想加一块红烧肉,儿媳看见了就说,妈,你拿公块吧,这样吃不卫生,等卉卉传播细菌给浩浩。 我有点尴尬,加也不是,不加也不是。 今天我炒了一碗牛肉,我都好久没有吃了,平时自己在老家的话,基本上我都是舍不得吃的,因为太贵了。 儿子家的桌子放菜的那块地方是旋转的,我刚想加牛肉,儿媳就把菜给转动了一下,我就只能加了一块丝瓜。 以缓解自己的尴尬。 等牛肉又转到我面前的时候,我又动筷子想加,儿媳再一次把菜给转走了,儿子只顾着埋头吃饭,根本没有发现这个问题。 又或者,他发现了,但是在这个家里,他是没有话语权的。 后来我又想吃一块鸡肉,儿媳说,妈,要不你自己拿一个小碗吧,以后你吃饭的时候,就自己先把菜弄好来,就不用加菜了。 我说,没事,不麻烦的,我跟你们一样的就行。 爱,本来想着来这里是开开心心的,以为儿子他们会很欢迎我,但我真的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被嫌弃的。 儿媳做得最绝,住了几天,连一块肉都不给我吃。 算了算了,我还是回家去吧。 住了五天后,我就回家去了,临走前,我放了二百块钱在电视机柜后面。 走的时候,我给儿子发了消息,我给你们留下了一点钱,就在电视机后面,你们记得去拿。 等我回家去了,就自己买了两斤牛肉,炒了满满一大盘,自己一个人吃得多潇洒。 我也想明白了,我之前一直以为他们很孝顺,所以省吃俭用的,为的就是能够给他们多留点财产。 现在我不这样想了,我要为自己而活,想吃什么就买什么,我又不是买不起。 自己在家里住了两天后,我又去了女儿家里,女儿和女婿看到我来了,他们特别高兴,还一直让小外孙女喊我外婆。 吃饭的时候,女婿就叫外孙女说,你快点叫外婆吃菜啊,外婆难得来一次,你要好好的和外婆玩,有好吃的都要给外婆吃的。 女婿又对我说,妈,这是土猪肉,你多吃点,这个牛肉和虾都非常有营养的,吃吧。 我在这里被女儿女婿很热情地招待,还特地把客房收拾出来,让我安心住下了。 我住了几天,女儿女婿都是好吃好喝的工者,还带我去游乐场里弯了一圈。 虽然女儿家没有儿子家里装修得那么漂亮,豪华,但在这里,我住得更加舒心,幸福。 想起在儿子家里,他们对我真的是一毛不拔,我走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东西给我。 再想想女婿和儿媳两个人对我的态度,简直就是一个天上,一个地下。 在女婿送我回家的途中,经过一家银行的时候,我就让她停下车子来了,我到里面,把钱弄好了,直接转到一张卡上去,留下了五十万。 出来后,女婿和女儿外孙女就问我弄什么,我笑笑不说话,等我到家里了,他们要回去的时候,我就把那张卡塞给了女婿。 我对她说,这张卡你拿着,是我的一点心意,你们可以到城里买套房子,以后寒寒读书方便一些。 我又把密码告诉了女儿,女婿再三推脱,后来还是收下了。 他们回到家里后,女儿就打电话给我了,妈,你怎么给我那么多钱,家里怎么有这么多存款的,你该不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吧。 我笑了说,你就放心吧,这钱是干净的,是拆迁得的钱,之前一直没有告诉你们。 后来女儿果然就去买了一套房子,她板心居酒的时候,不知道怎么回事,儿媳得知了钱是我给她的。 她大闹了一场,不依不饶的,我当着很多亲戚的面说,我那个时候去你家里住了几天,你却连一块肉都不给我吃,处处嫌弃我,你觉得这样的你,我还能指望平平以后会给我养老吗? 而安安他们却不一样,他们对我很孝顺,那我把钱给了他们,也是人之常情。 儿媳说,行,你厉害,以后你就等着后悔吧。 养老的时候记得你说的话,你失去一点的,就把剩下的五十万给我们,不然以后老了我们都不会看你一眼的。 听到儿媳这样说,我就更不可能给他了,在他的眼里只看到了钱,没有看到其他的任何情谊。 这剩下的五十万,我自然要自己好好保管,谁也不给了,留着我养老了,大家觉得我这样做对吗?